词曲 李宗盛 小小愿动 探险家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乐哥哥 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 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准备好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件 宽松舒适的运动装 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 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 把我们的头向上成两个旋转的小陀螺 跟着我一起把头转起来吧 开始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好 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 尽量把头向外伸展开 做得非常棒 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 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拉圈 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 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 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 我们把一条腿抬高 用手抱住 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 好 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 把腿用力往上抬高 做得非常棒 你们瞧 看我发现了什么 躺狼在捕食的时候动作很缓慢 这样就不会惊动猎物 接下来我们可以抬起一条腿 像我这样 保持住平衡 保持住 一定要保持住 好 我们来换一条腿 同样要保持平衡 做得非常好 躺狼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前肢 像我这样 把手臂举起来 看准时机 及时出手 让我们加快速度再来一次 做得非常棒 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了 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 首先 我们双脚张开 两手向外伸展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 跟着我一起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小朋友们 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 补充一点能量 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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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智慧树上智慧躲 智慧树下你和我 智慧树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小朋友们 你们好啊 我们是形状娃娃 又要来玩形状游戏啦 快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拼什么吧 火箭 没错 就是火箭 我们快来拼吧 先用长方形来拼火箭的身体 然后 再用三角形拼这里 好了 小朋友 你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 是梯形 没错 就是梯形 来拼上吧 现在 还剩下什么没拼啦 火 没错 小朋友们 用这个菱形 再来一个菱形 哦 火箭拼好了 太酷了 什么 用卡纸做火箭 我听到小朋友说 用卡纸做一个火箭 这个想法太酷了 我们来试试吧 首先 我们来制作火箭的身体 我们选择一张彩色的卡纸 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来选择 我们把它卷成圆筒形 需要拿双面胶给它固定住 好 火箭的身体就做好了 我们选择另外一个颜色的卡纸 来做火箭头 我们把它从中间对折 剪开 剪好之后呢 拿其中一张 我们给它卷成火箭头的形状 我们需要拿双面胶给它固定住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它修剪一下 这个步骤呢 我们会用到剪刀 所以小朋友们 我们要怎么做呢 注意安全 没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剪好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把火箭头跟身体固定在一起 我们请双面胶来帮忙吧 粘好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拿刚刚剩下的一半材质 做火箭的尾翼 我们需要把它对折 在上面画一个梯形 我们把它剪下来 这样我们就得到两个一样的梯形 接下来我们把它相反的方向 叠好 从中间部位剪开 剪到这儿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交叉 装好 火箭的尾翼就做好了 老师尾翼怎么装到火箭的身体上呢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这个可难了 我们需要在火箭的身体上 剪开四个小口 现在我们把火箭的尾翼 给它装在身体上 像老师这样 连刚刚我们剪开的缝隙 给它拼插上去 我们需要来给它装饰一下 让它更漂亮一点 好了 这样我们的火箭就做好了 你们的呢 大家好 我是航天游戏园的王俊桥 我今年五岁半了 我要和我的爸爸一起搭火箭 耶 我的火箭搭好了 成功了 哇 那么多手工火箭 大家真是太有创意了 哦 泡泡实验室正在研究 怎么让玩具火箭飞起来呢 快去看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小朋友们都准备了 自己做的这个火箭 你们这个火箭 可以让它飞起来吗 可以 来 蓝队的小朋友 先来展示一下 好 好 飞得太远了 非常的厉害 一捏这个瓶子 有这个气体的作用 就把这个火箭给推出去了 对吗 那这边的两位小朋友呢 你们有什么好方法 也很成功 那你们来讲一讲 你们是利用了什么呀 用那个气压把它 气流给它吹出去 把火箭吹出去了 对吗 接下来呢 我也来展示一下我的方法 首先呢 我们看这里呢 有一个模拟的火箭 首先我要 往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里面放上这个白色粉末 这个呢 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液体 把它倒进火箭的下半部分 好 接下来就厉害了 小朋友们看 我要快速地把它扣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还是数三个数 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神奇的现象 好不好 来 别着急啊 快速地扣上去 好 来 我们一起来数 一 二 三 怎么样 喂我鼓鼓掌吧 是不是很厉害呢 那你们知道刚才 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吗 一个是小苏打 还有一个应该是普通水吧 小朋友说这个白色的可能是小苏打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来 我们请小朋友来闻一闻 什么味道 什么白醋啊 白醋 白醋 白醋是什么味道 那种酸酸的 大家说对了啊 就是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在一起呢 就产生了二氧化碳气体 那是什么让这个火箭能够升空呢 二氧化碳 就是二氧化碳气体 所以我们发现呢有一个共同点 刚才我们的火箭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发射 都是因为什么呀 各种气体的力量把它给推动了 对不对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见过火箭是如何发射的吗 看 火箭上是一节一节的 这是为了火箭飞得更快哦 当第一节火箭燃烧完时 第二节火箭开始点火 第一节火箭的外壳自动脱落 火箭变得轻了许多 跑得更快 火箭的第二节燃料燃烧完后 外壳也脱落下来 火箭变得更轻 跑得更快 当第三节火箭的全部燃料燃烧完后 火箭与卫星刚好进入预定轨道 哦 原来火箭的飞行原理是这样啊 真是好神奇啊 接下来让我们放松一下 跟着一段音乐动起来吧 我的身体 爆爆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呢 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尸体吧 快来呀 这是我的脑袋 最聪明的脑袋 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 动一动 转一转 我爱我的小脑袋 这是我的双手 最灵活的小手 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 拍一拍 挥一挥 我爱我的小手 这是我的肚子 圆肚肚的肚子 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 摸一摸 揉一揉 我爱我的小肚子 点一点头 闪闪下下下 拍一拍手 做个悠悠 摸摸肚子 画个圆圈 我的身体 棒棒棒 怎么样小朋友们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很神奇呢 赶快和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吧 这是我的脑袋 最聪明的脑袋 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 动一动 转一转 我爱我的小脑袋 这是我的双手 最灵活的小手 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 拍一拍摇 挥一挥 我爱我的小手 这是我的肚子 圆肚肚的肚子 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 摸一摸 揉一揉 我爱我的小肚子 街的眼头 上上下下 拍一拍手 坐坐悠悠 摸摸嘟嘟 花的圆圈 我的身体棒棒棒 猪真行 哦 没错 没错 说的都很棒 但我想告诉你们的这个东西 你们肯定想不到 那就是卡纸 是的 卡纸也能飞起来 你见过吗 我们去看看吧 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 看 这两位大家认识吗 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道哥和摩尔 对吗 道哥摩尔 当然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小咕咚 小咕咚 现在我把它放在我的手上 好 然后道哥和摩尔分别 和小咕咚在一起 好 快看 现在是不是都在我手掌上了 好 现在你们猜一猜 在魔毯之上 它们会掉下来吗 不会 不会啊 对我那么的信任 来 让我们一起 喊出我们的咒语 那就是 乌拉乌拉丁 怎么样 是不是很神奇 跟随着魔毯来回的移动 果然不会掉 小咕咚说了 我们也能做到 来 现在你们就来试一试 把它放在你们的手上 看看能不能掉下来 没有魔毯的帮助 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到 我刚才那样的效果 小咕咚 你先来 一 二 三 看来是不行 帅打了 小朋友也来试一下 两位小朋友可以成功吗 好像是不行 但是再看看我的 一 二 三 有了魔毯的保护 就可以成功了 哈哈 卡纸飞起来的奥秘 你看懂了吗 什么 你说卡纸不是自己会飞 当然 好多飞在天空上的东西 都不是自己会飞 而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 才能飞起来 比如说 风筝 它就是靠风 才能飞得高高的 对了 你知道风筝是怎么做的吗 我们去看看吧 好多飞 好多飞 数据 四 四 五 五 里面 二 二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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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今天看了这么多能飞的东西 真是太开心了 小朋友 该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期待我们下次的见面 再见